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 国民党的脸书上说这样要声援乌克兰 到底这个声援会不会来得太慢呢 我也要请教总理 因为过去讲过 小国千万不要刺激大国的赵绍康 昨天就说呼吁这个总统要展现高度 人家美国团来访 也邀请党主席朱立伦一起来参加 这话都他们在讲 各种的立场各种的意见都可以改 来请教总理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特使团来台的事情 那其实今天晚上这个蓬佩奥又要来 接连绑台背后一定有他的悬外之音 就是说美国挺台湾的力道 就是像刚刚这个新闻画面里面讲的时候 坚若磐石 可是你看到中国国民党 这一连串的这些发言 不管是说对比如说像之前就在讲说 这个小国不要惹大国 那这个美国不可信啊 那讲到两岸开战的时候 就是说不要去期待美国 这种疑美论的论点 到了这个特使团要来 就是说你也帮我揪一下 我是想说这在揪团买团购的概念吗 怎么会有这种说变就变的说法 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一连串 说美国特使团来访台 他背后的这个所谓的悬外之音的意义当然是说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事情所引发的嘛 那这也确实被证实 包含这个外交部长吴钊 现在就已经证实说这个是开战以后 这个美方才告知说要派团来访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就是台湾的这个地位 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之战当中 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地位重要性 台湾地位重要性就是说 包含像最新的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 所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日本民众 他很担心说像这一次 一旦这一次国际社会 如果不能好好阻止这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事情的话 日本七十七%的民众担心 会导致中国对台动物 那你说国际社会其实对 不管美国日本 民主国家对台湾是非常关心关注 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 刚刚这个江业元讲说 国民党里面有内部多元的生意 但是主席已经定掉 党中央定掉 然后这个多元生意叫做这个言论自由 我觉得什么不要什么事情 都包装在言论自由身上 因为重点是吴世外讲的这种言论 叫做这个嘲笑受害者的言论 这种什么叫义和团式爱国主义 包含说你们的年轻的议员 年轻的政治工作者叫许巧新的 说这个 这个说乌克兰很多人要对抗这个俄罗斯 说想要加入北约 就是俄罗斯无法 在帮俄罗斯讲话 那我觉得说像这种言论 就不要用言论自由来包装了 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次 为什么刚刚像这个瑞德哥也谈到说 这一次有很多人的捐款 为什么 因为这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所以大家支持 可是你们谈的这叫普世价值吗 这叫言论自由 所以我觉得说 不要什么事情拿言论自由来包装 另外一个我觉得说 看到我们这一次 就是包含国民党一直在谈 谈说这个什么 这个对于以美论这些看法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也不是笨蛋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次为什么美国人 美国特使来 那忽然就要求说 是民党政府赶快安排说 也跟我们国民党来建议一下 美国人不是笨蛋 我举一个例去年去年的AIT的这个孙小雅 这个处长他不是刚上任吗 八月的时候 他八月上任之后 八月底就陆续安排了 因为他们都会例行性的去拜访六都 六都的县市首长 六都都拜访过 他们跳过一个地方叫台中市 卢秀燕市长没有被拜会 为什么 之前的前处长丽英杰 之前去拜会台中市政府时候 被摆了一道啊 突袭啊 说本来应该是闭门会的 然后结果你把媒体都叫来 为了当时的什么 美足的案子嘛 那被卢秀燕摆了一道啊 所以为什么他六都都拜访了 那为什么他跳过 我觉得不是笨蛋 就是说美国人自己知道说 当初被谁摆了 那侯友宜就没有被摆到啊 就是很奇怪嘛 因为侯友宜就也没有当着美国人面给他难堪嘛 所以我说美国人 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不会记恨 所以在这一次的包含 我们看到说美国特使团来台湾的这件事情里面 中国国民党真的要想清楚 你们这个以美论这件事情 不要再说反正党主席定调了啦 这个党中央有定调 问题是党中央定调 我们到底要不要 你们这个国民党要不要对外一致团结 因为比如说同样的言论 如果发生在民进党的正式 从工作者身上的时候 不要说议员立委讲这种话 被自己党内骂翻 包含刚刚讲的 江议员讲的所谓一思五零策意这些 一样会把这些民进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议员也骂翻 不会因为说他讲了这个话 我们就要去袒护啦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乌克兰 面对到这个难关 刚才瑞德哥有讲到很多 这个来捐助的管道 其实我们台湾捐赠了27吨的医疗物资 这两天已经登上了 美国的热门新闻 也请瑞德哥我们稍微 简短补充一下 我们台湾人的爱心 世界都看得见 对 没有错 那事实上非常感谢 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 包括立法委员王定宇 跟立法委员钟瑞雄这几位 他们事实上透过很多的管道 要想要用其他的管道 去帮助这个乌克兰 27公顿的这个医疗物资 由外交部悄悄的 其实都已经购买好了以后 那么赶快第一波就先过去 必要的时候第二波第三波 不断的台湾 can help 因为很简单 因为去年像我们没有疫苗的时候 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 这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 那现在乌克兰遭遇到亡国灭种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做人道的救援 这是应该的 那除此之外 从这件事情也看得到 不是有那个可恶的小粉红 不是说那么 什么拥有台胞证多好 在乌克兰可以搭他们的撤侨专机吗 就搞了半天先撤侨出来 成功的竟然是台湾的巴士 我们的巴士 而且据我所知 整整 比如说司机开了快要接近47个小时 快两天 他事实上有很难找的情况下 早就在巴士上面都准备好的汽油桶 你知道吗 到时候没有 有的时候赶快倒汽油 继续这样子到了波兰 第一波18个人 今天第二团的这个巴士团 也已经到了 也已经到波兰了 20个人 其中11个国人 另外9个人是他们的家属 然后另外7个人已经到斯洛伐克 目前所知道的还有9个人 那因为他自己个人的选择 那包括基辅7个人 另外两个城市 两个人这样子了 我们能做的都做的 而中国的这个桥 他们今天 这两天才开始撤嘛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老百姓在那边哭泣 求救我们 他们的大使在说 平安安全了以后再撤桥 平安安全了还撤什么桥啊 平安安全 就留在乌克兰就好了嘛 所以呢 中国强国 中国伟大吗 不伟大 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所谓撤桥 有心没心而已 有心 一步巴士 就可以成功把它给撤出来 没心 再多的飞机 战斗机 你的那个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这个等于说留学生啊 只能在乌克兰哭泣 好 我看瑞德哥呼吁大家 一起来帮忙 这个乌克兰呢 我们现在台湾人 想要来帮忙 想要来声援 还有哪些管道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孟南议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